将疫情比作恐怖攻击一点也不夸张 因为如今美国确诊人数已经突破33万 夺作9000多条人命 足足是911的三倍以上 不会严疫情堪比世界大战 但美国会走到这一步 不少人认为川普就是罪魁祸首 如果他们在凌亚中建议防止机器 预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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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们今天没有问题 不满伊利诺州州长 靠红中央防疫不给力 川普就算疫情战已经疲于应付 还是要挑起口水战 把记者会当州长的检讨大会 但川普自己的防疫标准也是七十二变 从戴口罩 到社交距离川普都有自己一套说法 但带领防疫却慢了好几拍 美国如今惨状 川普恐怕难辞其咎 在一起我们上不到